美国优先面前什么契约都可撕,签了合同转身不认账成为霸权常态。 美国是自我标榜我契约国家,把遵守契约当作自己的符号,可是美国为何在国际上不顾契约精神,随意撕契约呢? 耶和协议是美国政府官方签署了的,结果这一转身白宫就又要耍赖皮不认账了,这种无耻之油的嘴脸,让人实在忍无可忍。 俄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当地时间周六,4月2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伊核协议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 可是关于伊朗抗议美国坏契约的做法,美国基本上选择了无视,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协约都是约束别人的怎么能约束我呢? 强盗逻辑,霸权逻辑,就一个理由,伊朗太强大了威胁地区安全,必须削弱,在美国眼里,别人只能做羊,按这个逻辑,美国威胁全球只能做草才合适,还是那句话,天下苦梅久矣。 什么叫美国优先? 就是说,只要有利于美国,做任何事情都不过分,包括给他人制造战争及荒灾难死亡,也包括撕契约。 去TM的契约精神,去TM的普世价值,只要利于美国,怎么做都是正义的。 但即便这样一个美国,依然有忠权在为其高唱赞歌,可悲可叹啊。 再多的生灵图看,美国也是视若无睹,若国无外交在现如今的世界,被证明的淋漓尽致。 原来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深深被还原了,可悲可笑至极。 世界发展了这么多年,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有能力应付一切。 西方契约,契约,几十年来屡见不爽。 也就那些公知还在叫嚣美国契约精神。 本来西方国家的契约精神比起我们中华文明的一言九鼎就相差千百倍, 还需要用意志契约去约束他们的行为是不守约的行为, 践踏契约,更是被信弃义的不道德行为, 这种行为只会出现在西方的那些垃圾国家。 时代不同了,美国思约现象以后会更多。 流氓国家嘛,我们要习惯,做好准备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